女生 曖昧的狀態之下 女生來說的話 會不經意的會露出多一點脖子的這個部分 尤其現在講話的時候就是 糟糕我今天全部都遮起來了 沒有 我們已經沒到曖昧了 我可 哈囉今天在Couple's Wiki裡面 我們要跟大家來談曖昧 那這棵樹是 就是跟曖昧有什麼關係呢 那個時候呢我們應該算是在 曖昧狀態之下 然後我出國一陣子 我回來的時候剛好就是在接近聖誕節 我回到家門口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綁了一小盆的小聖誕樹 這上面還有附一個小卡片 你記得卡片上寫什麼 你記得嗎 我記得它的字很漂亮 你不記得 沒有我記得你的字很漂亮 你不記得 我記得最後你還寫請孝納 對對對我又寫請孝納 你也算是我的長輩嘛 你知道請孝嗎 什麼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曖昧關係 實用工房 什麼是曖昧 分享兩人間的曖昧情節 維基百科 曖昧是 曖昧不清 然後也可以隱身在戀愛或是親密關係當中 態度的不明確 用領法的狀態 沒有交往但是對彼此或許有好感 但是在這個裡面兩人還能夠有全身而退 的那個 就是我還可以說啊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其實那個那個狀態叫做曖昧 我不喜歡那種曖昧就是很久啊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兩個曖昧到了一段時間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我給你兩個月的時間 如果兩個月之後你還是不想要在一起 那就算了 其實我那時候講兩個月的時候我有點掙扎 其實我很想講一個月 但我又怕一個月太短 反正anyway我沒有用滿那個期間 然後小籠包時間就發生了 然後我們就明朗花了 如何分辨對方喜歡你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你看對方願意花多少時間給你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準確的依據 所以有很多肢體語言是會有一些蛛絲馬跡出現 例如 女生來說的話會不經意的會露出多一點脖子的這個部分 尤其現在講話的時候就是 糟糕我今天全部都遮起來了 沒有 我們已經沒在曖昧啦 OK 其實如果對方對你有好感的話呢 也會不自主的靠近你 而且呢 身體會出現同樣的角度 有點像是在照鏡子 還有眼神 當你在對他說話的時候 他有沒有在看著你 我覺得那個眼神真的是不會說好 喔 對對對 對 曖昧其卡關 怎麼辦 我覺得卡關最好的方法就是 問清楚 得到一個答案 我寧願去問 然後我被拒絕了 我知道 喔你不喜歡我 那我可能就是 你知道往別的地方發展啊或什麼 但是不要一直把自己放在那一個 被曖昧的狀態 曖昧的感覺可以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他開始強烈的消耗到你們 每天的能量的話 那就 不值得了 如何保持自己的心態穩健 而不再曖昧其中被控制 如果說是模擬兩可 然後對方又跟你在 在耍那個冷暖的話 那對不起 我覺得就於一個 你自己的自尊問題上面的話 我們都有一個義務 要讓對方說 其實你這樣子做 會讓我覺得有一點不被尊重 不要讓自己陷在一個 內心系的狀態 明白 我們要讓事情可以明朗化 那麼我們可以讓對方 知道我們心裡面的感覺 從這個裡面 我們也可以認識對方 也更認識我們自己 我覺得這個 才可以讓我們 變得越來越成熟 如果你知道 他其實還有跟其他人曖昧的話 會不會改變你對他的感覺 但是他也只是跟你在曖昧而已 因為他為什麼沒有權利去跟其他人 就曖昧了 把那個心思花在醞釀彼此的感情 而不是擔心 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 我覺得這是比較正面一點 比較積極一點的方式來處理 你很確定這個人是你喜歡的人 那你主動一點 有什麼不好呢 你今天去主動了之後 你得到了答案 那這答案是你要的 或是不是你要的 至少你得到了那個答案 主動一點 並沒有什麼不好 或者你可以像考人一樣 跟對方說 我給你兩個月 我覺得兩個月還蠻安全的 不太多不太少 我真心覺得 我覺得背景調查也蠻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 先去問Google大神 然後所有的這些平台 都會去爬一下 對 先去認識 透過譬如說朋友 你可以知道說他 帶人處事的一些方式 我覺得可以稍微過濾掉 相互的談吐當中 如何讓對方卸下包裝 他可能會這麼問是說 因為我每次卸下包裝 我展現了 我真持著自己的時候 其實我會變得比較脆弱 所以我擔心 如果今天我碰到一個 渣男渣女的時候 反而變成是 對 他自己處於弱 對 我覺得這不是說話的技巧 是你對於自己 不想要這麼快去分享的事情 你的把持力有多高 是能夠讓自己給出 你覺得自己可以給出 對 不要被勉強 就是對方有讓你覺得說 你被勉強了 那我覺得這個 不是一個很好在 剛開始在認識對方的時候 給對方感受到的一種感覺 不會被勉強 OK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關於兩性關係 請持續的關注 LTV的Couple's Wiki 然後要記得訂閱 然後打開小鈴鐺 隨便